大家好,我在我们家这个楼下的这个小院吧里面 有这个月桂树的已经开花了 我准备了,今年我就准备摘一些这个月桂的花 这个是古希腊的时候那个桂冠啊 就是用这个月桂树的树叶做的桂冠来奖励诗人啊 还有奖励这个奥林匹亚冠军啊 获奖者都是带了这个桂冠 就是这个月桂树做的桂冠 然后他实际上他还有一种辟邪和的 极力的一种意义在里面 今天我就把它来做了 用那个甘南乳来浸泡一下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 它有强大的一种抗氧化了杀菌的功能 那我今天就准备摘一些这种 摘个半瓶这种花吧 尽量能摘多少就摘多少 因为他这个花呢 他不结果子 如果结果子呢 我就像前面那片那个李之花林呢 我就不好意思摘了 因为你摘了花呢 鸟就吃不到果子了 但是他这个呢 他又不结果子 所以说我就可以摘这个花来 做一些油镜的这个月桂花 一种做一味香油 好 实际上就像桂花一样 但是他没有桂花那种比较浓烈的香味 他这个香味是一种比较隐秘 但是又非常持久的 就像他那个香叶本身的那种香味一样的 他香味比较持久 但是他不是特别的香 摘一些 来泡 好 搞了半袋 小半袋 然后有一些是 有一些的就是 带叶子的 因为还是有点 心里面压力的 不是自己的树上面摘的 虽然这个花叶是共有的 但是还是有点 那个心里面压力 突然之后这个地方就是 然后现在呢 我就 并且我摘了一些来做擦花 把它先擦起来 这个叶子呢 擦花下面叶子 粘着香叶 洗一下一晒干 就是现成的香叶 不用买了 擦一点花来看 再来闻一闻 家里面擦到花 恨我就不一样 马上就屏蔽生亏了 统币生亏啊 好 那等一下再来把这个 复免一下 把这叶子摘下来 把这花呢 就稍微把它 也都洗了 因为洗掉水分 它因为下面也没有 铺过农药啊什么的 我就把它 放到这个 橄榄油里面就行 等一下把这叶子 洗掉 把花里面 脏了 杂质去掉就行 好 折到香叶 等一会洗一下 泡了 泡了 擦了一个花 然后现在先把这个 一点点来把它剪出来 直接就放到这个 250毫升的 这个小瓶子里面 把它全部挤到这个 小瓶子里面 然后再放橄榄油 其实饼也是 它饼也有那个香 也是一样的 花感 花柄 也是有同样的价值的 不过它花开花的话 它的花蕊 它散发出来的那个香味 然后它的那个 吸收了阳光以后 会更不一样 好 还剩一点 我就不使劲塞进去了 这个就 已经很满了 现在就慢慢把油倒进去 橄榄油倒进去就行了 橄榄油就是 出炸橄榄油 这橄榄油好不好 有个特征就是 它冬天会不会动 冬天它会变成 这个半固体装的 那就是很好的橄榄油 那不是最好的 但是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种 出炸的橄榄油 我要让它慢慢的 慢慢的去解决 再把这个250克倒满 你看这个 它已经在慢慢的 往下面沉了 但是下面还有 还是有干的 慢慢的把它这个腌满 生一个叶子下去 把它起来一个压它的作用 基本上这油就可以了 不能再多了 多了就焖出来了 实际上我就已经 已经有点多的了 再放一个叶子 我这是一升的瓶子 现在已经放了 应该也有250克的 然后把它盖死 这样子 连着下面还没进到油 放到这个朝太阳的地方 那这两种的话 有的是说放到阴的地方 但是我是喜欢用那个 在太阳的暴晒下 它会产生一种 维生素D 就会产生大量的维生素D 所以我要把它放到 太阳下面去 晒它几个月 等到或者我 从国内回来 我就可以用了 好 我的这个月桂花油 我就做好了 初步的做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 最后的一个 两字的过程 就是它需要时间去成熟 那现在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